本期视频由世界曲库云先生 闭着眼铺血 同学们晚上好啊 高考考完了吧 解放了吧 很多人谈论高考 不光是因为它是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更是借着这个机会 一起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今年参加高考的 基本上都是00年前后出生的大人 不少人都说 00后接触到的歌曲电视剧 粗制烂造 没眼看 那么00年之前的人们 接触的游乐圈又是啥样的呢 所以这期我们特意挑选了 另一个话题 90后通过他们的成长轨迹 来打开今日挺成一题 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00后错过的游乐圈 究竟有多精彩 歌曲片 公司软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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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腾哥来摸摸摸摸摸头剑 可以这么说 90年代和21世纪头几年 那就是华语乐坛的全盛期 如今已经封神的四大天王了 情歌王子张信哲了 还有齐秦了 什么周华健 以及各种天后 李文 王妃 纳英 都是那个时代里活跃的人物 人嫌棋刘若英 那都算是小字辈了 那个年代有个特点 就是好听的歌 渣堆啊 有多恐怖呢 打开收音机 出了一首 再换个频道 隔了几天再听 刚要关收音机又来了一首 这都是那个年代的新歌啊 老英诺拉抱柱子什么 打酱油的时候听的都是这样的歌曲 很多商场下班的歌那都是那个时代出的 很多广告歌也都是那个时代出的 而当时赶上电视普及 电视上放的都是什么 逃生遗旧了 梦里水香了 91年 窦围离开黑豹 但留下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和无地自容 至今都有不少人唱版 那个年代 乐坛留给我们的 就是各种惊喜 其中对老英特儿来说 最大的惊喜 就是99年的动画片 爆连灯 神在哪呢 配音阵容爆炸 陈佩思 姜文 徐帆 朱世茂 咱们就不说了 这一部动画片 那就贴了三首传说级的歌曲 李文的《想你的365天》 刘欢的《天地在我心》 以及张静哲的《爱就一个字》 本来以为这种良好的势头 能够持续下去 但因为巨额亏损 这竟然成了绝唱 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从世纪之交开始 老一辈的四大天王 各大天后 那就逐渐退居二线了 而新生代的 宇全 周杰伦 林俊杰 五月天 孙燕姿 蔡依林 什么梁静如SHE 开启了他们的时代 周杰伦一年一张专辑 SHE神曲一首接一首 现在看来 当时的华语乐坛 真的是达到了顶峰 因为大家有点灵气的 都流行跨界去当歌手 赵薇 陆毅 甚至秦海 陆 黄毅 江燕 都唱过歌 现在的小年轻说 我们没有打歌舞台 我就想说 我们曾经有过 每周一次的同一首歌 2004年可能是华语乐坛 迄今为止最梦幻的一年 主流歌坛有Fair The Lady 林俊杰的江南 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张绍涵的欧若拉 五月天的倔强 周杰伦的七里香 统统在这一年扎堆 剩下的也都是相依为命 央方抑郁 最初的梦想 这种级别的歌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呀 但天王天后们这么努力 当年最火的歌 竟然属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这一年90年的孩子 已经14岁了 为什么我们说歌坛 越来越不景气呢 00后小孩14岁的时候 那一年最火的歌是这个 虽然有告白祭球平凡之路来就成 但整体已经差太多了 虽然04年的华语乐坛 风光的不行 但从那之后 乐坛就开始了 云速下滑 以前都是演员唱歌 现在歌手开始演电视剧 演电影去了 老鹰头之前听歌都是花钱买磁弹 买CD 现在变成了一个MP3走听下 原来有了电脑就不用花钱了 也就是有了电脑 一方面各种低质量的口水歌 开始沿着网络爬到我们的耳朵里 之前的乐坛那都是精英从事的行业 只要是作品做行 你怎么你都出不了道 水平高自然就是高 而现在的歌曲呢 却是自下而上 谁都可以唱 为了出名爆红 要多暴力 有多暴力 另一方面呢 也因为有了互联网 很多人开始接触国外音乐了 也慢慢知道 原来好多我们熟悉的歌 都是FITAL 原来国外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和歌手 就这样 华语乐坛不光歌手质量下滑 连听众都开始流失了 大家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分散 观众的注意力被各种软件占据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国民神曲了 曾经提到QQ3巨头 那当时都是有点细讯 但现在再听他们的歌 那比现在这些又强太多了 不得不承认 十年的差别是天差地别 我们不知道 世纪之交这次华语乐坛的爆发 是不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外 但我们知道 现在的音乐人过得并不好 热爱音乐的观众同样不好 我们怀念过去 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 我们曾经的作品可以有多好 如今社会给我们的是 更便捷的手段 但我们却静不下心来去发现好的音乐 制作好的音乐 我们真的期待 华语乐坛复兴的那天 好了 今天就理智到这儿啊 在你出生的那年 有没有什么神奇值得推荐 你记忆中最印象深刻的歌曲 又是什么 快来微博 评歌单啦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节目 微博观看节目 听腾哥给你 一次讲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信 做一个不无趣的人 挺腾预告片 没有正片 不要期待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雪花飘飘 飞风笑笑 天地一片蒼茫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 像唐人 当时爱你 You always see my star 爱你 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